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说这一次纪小龙教授他的研究没有找到老人的遗体停止腐败的原因 但是在这次研究之后他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他认为老人的遗体之所以没有腐败 也许是因为老人在生前有过一些化学物质进入到了他体内 从而让老人在去世之后细胞没有溶解腐败过程停止 那么当时到底会是什么物质在什么时候进入到老人的体内呢 这个时候纪小龙教授就想到了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的那场大病 这个事咱们上期也提到了 当时老人他在得了这场大病之后 医生建议他是少吃肉多吃菜 于是从此呢 老人就只吃素不吃肉 当然在那个年代一般的家庭也吃不起肉 而且当时呢 为了增强体质防止再生大病 老人专门的跟一位住在村里的道士 学过一些治病的方法 据说偶尔他也去给别人看看病 那么根据老人曾经学过治病这么一段经历 纪小龙教授就推测 因为老人自己是懂得一些治病方法 那么也许当时为了预防疾病 老人自己服用过一些药物 或者说呢 是用过一些偏方 有可能呢 就是当时老人服用的这些东西 导致他在去世之后一体不服 为了证实这个推测 有的学者就专门找到了老人的家里边 去问他的家人何时情况 结果一问呢 发现老人在生前还真的有一些偏方 经常给自己用 什么偏方呢 说老人在生前经常的用朱砂泡水喝 说是可以安神 有利于睡眠 那么咱们从这个方子来看 没毛病 朱砂的确是有这个功效 朱砂的主治功能 就是治疗心神不宁 小儿经风等等这样的疾病 在中医当中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朱砂呢 它能够防腐 因为朱砂的主要成分 它是硫化拱 硫化拱会抑制分解酶 所以说朱砂它有防腐的功效 但是呢 除了这一点 朱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不能够长期服用 因为如果长期服用 会引起拱中毒 因为它本身主要成分 就是硫化拱 那么老人的子女们也说了 说老人生前经常用朱砂泡水喝 那么如果说这是真的话 那么长期下来 老人的体内就会积累大量的重金属元素 拱 进而就有可能出现拱中毒 拱中毒的症状之一 就是会出现大量的呕吐 腹泻等等这样的情况 这样就能够解释老人 为什么会出现奇怪的呕吐和腹泻了 而且前面也提到了 长期服用朱砂能够解释老人 为什么会遗体不符 这么来看的话 那很有可能老人遗体不符 就是朱砂的锅 朱砂应该就是纪晓龙教授所提到的 在老人生前进入老人体内的这个化学物质 只不过难点在哪 在于到现在老人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 他生前到底服用了多少朱砂 服用了多久 有没有达到那个中毒的量 现在无从求证 而且如果说是因为拱的话 那么为什么当时老人在香河医院里边上吐下泻的时候 医院里边没有查出来是拱中毒呢 这一点也很值得怀疑 如果说是拱中毒的话 那么医院应该是能查出来的 为什么这时候没有查出来 不知道 所以到底是不是朱砂导致这一切的呢 还是没有结果 不过对于这些推测 贾明春教授也说了 说人在死亡之后 如果说身体不符 那肯定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有环境因素 有个人因素 也有疾病因素 甚至和人的消化道 还都有关系 所以说通过对周奉辰老人的这一系列调查 基本可以认为 老人的遗体不符的现象 是一个由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形成的一个巧合事件 比如说 老人去世前 他在住院治疗的时候 注射的抗生素 有可能消灭了他身体里的一部分细菌 另外老人呕吐腹泻 去世前一周不吃饭 只喝一点水 还长期服用猪杀 去世以后呢 又被放在干燥通风的房间里边 在暖气旁边 这些情况呢 都有可能对老人的身体产生影响 也都符合尸体形成干尸的条件 那么说 为什么至今还没答案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家属对老人身体的保护 导致老人身体的样本太少了 只能得到这么一点结论 如果说 能够有更多样本 应该还是能够验证出 究竟是哪些化学物质 或者是哪一种化学物质 导致这样的改变的 所以说到底 周凤辰老人 他身体不符的现象 基本可以肯定了 就是一个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 只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 很多证据已经无从考证了 而且家属方面 也一直都很使劲的保护着老人的尸体 不允许对遗体进行过分的取样 所以说直到今天 也一直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就是周凤辰老人 一体不符的情况 好 今天的绝密档案 咱们就说到这 我是大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